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总统初选赢尾声 民主党要看加州 李约奥组委称 债卡病毒传播风险低 马上好 欢迎收看6月7号的凤凰每周新闻 投票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美国总统大选初选进入尾声 有包括新泽西州 新墨西哥州等6个州份 7号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投票 当中分量最重的当属加利福尼亚州 选民纷纷到票站投票 尽管美联社在6号就提早说 希拉里已经取得了足够的党代表票 成为党内的候选人 但是作为人口以及代表票数最多的加州 加州依然对于初选的结果 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根据民调显示 希拉里以及桑德斯的支持率 在加州几乎是不相上下 但是如果桑德斯在加州获胜 那两个人的角逐很有可能 会持续到7月份的党代表大会 了解总统参选人的选情后 我们接着来看北加州的选举 现在让我们来连线 祝旧金山记者刘海平 海平你好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北加州的选情 以及华裔参选人的表现 是的雪乔 今年北加州的初选 除了有两党党内总统参选人提名 而备受关注外 很多公职职位也都需要选举 而且选情胶着 而华裔参与各个层级竞选的人 也特别多 仅旧金山湾区 就有至少17位 比如选区内一位联邦参议员 Barbara Boxer退休 结果有34人参与这一职位的竞选 其中就包括了高科技业界代表 共和党籍华裔候选人杨成志 还有一位要竞逐联邦众议员 职位的华裔名叫郭宗正 不过参选联邦层级的这两位华裔 目前来看胜算并不大 而实际上反而是州众议员 这一集的选战更加引人关注 竞选连任的华裔呢 有邱信福丁又利 罗达伦朱赶生四位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遭遇市民罢免危机的 Cupertino市市长张钊富 他将和罗达伦竞逐同一个州参议员的职位 而其余华裔竞选的职位呢 还包括市议员高等法院法官民主党中央委员等等 选情可谓分外热闹 目前的状况呢 几位竞选连任的华裔州众议员选情相对看好 而今晚呢 我们也将追踪报道选情 为美洲台观众带来更详尽的报道 现在将现场交还给洛杉矶棚棚内主播雪桥 好的 谢谢海平 那么除了北加州地区 华裔人口密集的南加地区 政府公职的投票也异常激烈 一起来看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今年大选中 加州第29选区参议员的竞争最为激烈 其中两位亚裔候选人可谓旗鼓相当 华裔共和党候选人张玲玲 现任第55区众议员 已获得联邦众议员罗伊斯 加州参议员夏勒伯等共和党领袖背书 她的竞争对手则为韩裔民主党候选人江石熙 她曾担任尔湾市长 得到赵美新 刘云平 江俊辉等 重量级华裔民选官员背书 为她增加不少人气 身为55区众议员的张玲玲 参选第29区参议员 导致55区席位空缺 今年有5人竞选此职位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 华裔候选人陈立德 和民主党候选人Greg Fritzler 另外洛杉矶县第5区宪政委员 华人女婿安东诺维奇 欺满离任参选加州第25选区参议员 她则推选她的副手 Kathryn Barger接替此位置 第5区的候选人高达8位 Barger的最大竞争对手 是现任加州参议员的夏勒伯 其他候选人包括 洛杉矶市医院Mitchell Englander 房地产商Rashpel Kalin Glendale市长Aro Najarian 亚特迪娜市医院Billy Malone 韩裔教育家Darrow Park 地区检察官Allen Carr 竞选洛杉矶县第4区 宪政委员肯纳比席位的 三名候选人分别是 前曼哈顿摊市长Steve Napolitano 现任联邦众议员Janice Hum 以及学区教委Ralf Pacheco 联邦政府级别中 第27选区联邦众议员赵美馨 第33选区联邦众议员刘云平 都面临连任 目前两人都信心十足 加州第49区众议员周本利竞选连任 并无对手 因此周本利不战而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李约澳组委少开记者会 反驳推迟奥运会 或者是改变主办地点的要求 表示债卡病毒 在李约奥运会期间的传播风险很低 5月底多名科学家 向世界卫生组织要求 推迟李约的奥运会 或者是改变主办地点 提出的原因是 债卡病毒的扩散风险 而李约澳组委召开了记者会 声明债卡病毒 不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 也有运动员表示 由于债卡疫情 不愿意参加李约的奥运会 奥组委在介绍李约 2016年1到5月之间的 债卡病例术后 解释8月份是巴西的冬季 温度下降和雨量减少 债卡病毒的传播风险 也会下降 约澳组委表示 债卡病毒在李约传播的 风险很低 并欢迎大家放心地前往巴西 观赏比赛 凤凰卫视记者林卓韵 巴西采访报道 休息一下 空号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今天每周各地的简讯内容 一名在一年前拨打911电话 声称要炸自由女神像的纽约男子 于6月6日在曼哈顿南区法院 联邦法官面前承认有罪 可能获刑5年 2015年4月24日 42岁的史密斯用平板电脑 iPad上为听力障碍者准备的服务软件 波达911 声称自己是ISIS成员阿布杜阿雅兴 并说我们准备炸掉自由女神像 反恐警察和警犬队马上出警 清空了当时自由女神像和自由岛上的 3200位游客然后排查炸弹 最后发现史密斯所说的是纯属子虚乌有 是一场恶作剧 昨天史密斯承认有罪 今年9月 法官将对他做出最后宣判 他有可能面临5年的有期徒刑 美国政府归还给印度价值近10亿美元的 200多件被走私者从该国带出的艺术品 正式的移交仪式在华盛顿举行 正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了仪式 莫迪表示 一些人从经济价值的角度评价这些文物 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更加重要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文化和遗产的一部分 归还的宗教造像中包括青铜和陶土塑像 其中有一些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 早在2007年 美国内政部人员获得有关一批底蕴该国的 非法货物信息后开始进行调查 货物属于纽约一家古代艺术画廊的 原所有者卡普尔 后者目前在印度接受调查 一年一度的巴菲特午餐拍卖 正在eBay网上进行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6号晚上12点 最高出价已经超过了20万美元 但预计拍价可能在10号晚拍卖结束前 进一步飙升 报导称自2008年以来 巴菲特慈善午餐年度拍卖的中标价格 均达七位数 2012年 一名匿名的中标者出价345万6789美元 创下了最高记录 慈善午餐拍卖所得将捐赠给格莱德基金会 该基金会位于美国旧金山 为无家可归者 平民以及药物滥用者提供服务 医疗以及其他服务 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 由巴菲特的第一任妻子创立 中标者可携带最多7名朋友 与巴菲特在曼哈顿的 史密斯沃伦斯基牛排馆 共进午餐 自6月7号起 医生协助安乐死在加拿大已经合法 安省政府适时做出一项 针对本省实行安乐死的指引 安省省长韦恩表示 本省寻求医生协助死亡的人士 不再需要上法庭申请批准 省府与安省内外科医生协会合作 制定了相关程序和规定 安省卫生部长贺施金表示 安省将设立一项转介服务 让那些不愿意或无法提供 医住安乐死的医生 将患者转介给 愿意提供咨询和评估的医生 他还表示 省府将会免费提供 医住安乐死使用的药物 安省自由党议员魏德芳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说 医生协助死亡 仍然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 魏德芳说 即使联邦政府很快就通过了安乐死的法案 相关的讨论仍然会继续下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让我们来关注一组 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四川广源翻船事故 再寻获一遗体 四川广源市白龙湖 日前发生游船翻尘事故 救援人员利用水下机械人协助搜救 7号再发现多一具成年女性的遗体 令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3人 另有12人仍然失踪 当天下午2点 救援人员操作水下机器人 在沉船位置 再发现一具遗体 证实是一名29岁的女性 当前搜救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包括沉船点水下流速较快 温度只有9摄氏度 周围水位最深达100米 救捞现场地形相当复杂 也不利于机械作业 事故发生在4号下午 当地一艘搭乘18人的游船 在白龙湖小三峡景区游玩时意外翻船 事故中获救的三人目前正留意观察 情况稳定 内迪多省强降雨 重庆路基塌交通段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 国道319重庆至五龙万卷书段 在5号傍晚发生一处路基坍塌险情 坍塌路基长约40米 方凉约2500立方米 导致交通一度中断 6号下午海南海口遭遇短时强降雨 多处路段出现积水 最深处达50厘米 导致交通出现拥堵 当地市政部门随机组织专业排水人员展开排水作业 6号傍晚 河北张家口捉路线 突降大雨 强降雨短时间内达到49毫米 造成多处房屋被淹 中央气象台预计 7号至9号 中国大部分地区有降雨 较强降雨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南 以及华南一带 四川 贵州 云南 以及广东广西沿海等地 将有大道暴雨 埃及热气球惨剧 港人被裁定死于意外 三年前在埃及卢克索发生的热气球事故 共造成19人死亡 当中包括9名香港人 香港死因庭7号裁定 9名罹难港人全部死于意外 裁判官张天燕首先强调 召开死因庭是因为了解 是为了解死因和死亡地方环境 并非为了追究责任和赔偿 又指裁判时有困难 因为所有目击证人都没有出席 香港也欠缺熟悉热气球的人 同时 死因庭向香港旅游业协会 及涉事的盛景游旅行社 提出多项建议 包括要求盛景游评估 在重要意外后 如何提高旅行团的素质及安全 要求提供资料提行旅客 保险可能不包括高风险自费活动 还要向员工包括旅行社高层及导游 提供适当训练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继续关注财经方面消息 欢迎回来 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二收盘涨跌不一 标普500指数创10个月来收盘新高 油价收盘首次占上50美元一桶 推动能源板块攀升 医疗保健板块补跌 我们来看星期二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二早日开盘呈现上升高开之后 全天的变动不大 都是窄幅高位盘整 收盘时三大指数 则是以涨跌互线作收 道指在盘中最高一度 重占了一万八千点 但是收盘时是深复收窄 而标准普500指数 仍然是以10个月以来最高位作收 那么大萨克总共指数 是小幅的出现下跌 有据商表示 根据目前多种技术指标来看 标准普500指数近期 还会有进一步反弹上升的空间 有据商认为 尽管目前的联邦储备局 根据经济数据 而对最近段时间 核实提息 以及提息幅度的因素 又成为不定因素 对市场的负面影响力多出现之后 大盘仍然有耐性 而持续是有反弹上升的潜力的 那么今天大萨克总共指数下降 主要是受个别行业股 特别是保健类股和客股当中的 一些负面消息影响出现下降 那么星期二公布的经济数据 其实美国的服务业指数升幅 只有0.6% 没有市场一起1%为高 所以这就显示 美国经济现在还是在一个 温和的缓步增长的状态之中 总的来说 市场还要观看 接下来的影响市场的两大因素 也就是美元汇价的浮动方向 和石油是不是能够稳定 在这个价位持续攀升 星期二环着股票市场 是观望心态相当的浓厚 投资人进场意见并不是很强 但是也没有出现 大幅的获利回头抛压 而是以涨跌互线作手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风红一时旁哲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杨 cairo 下面是未来24小时全球各地的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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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